很多女孩在谈恋爱时都害怕遇上妈宝男 这是因为妈宝男的背后很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强势且爱吃醋的老妈 虽然说孝顺是一件好事 但如果你的成年男友时时刻刻被他妈妈捧在手心上 凡事都要问妈妈意见 甚至给老妈买女友同款的衣 连情人节都要带着妈妈三个人一起过 这段感情一定充满着各种地雷 当男友妈妈又要插足 在你和男友之间和你争风吃醋时 到底会发生怎么样的冲突和矛盾 大家好 这里是明星观察员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刷新我们三观的妈宝男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马特 今年29岁 目前和女友基姆一起住在自己的父母家中 马特和自己的妈妈凯莉感情非常好 她几乎什么事情都会和老妈商量 就连每天穿什么衣服都要向妈妈咨询一番 是一个典型的妈宝男 美国学习频道就此推出了一档真人秀节目 我的男友是妈宝 马特参加了这个节目的录制 她的女朋友基姆和她的妈妈凯莉 无时无刻不再斗智斗勇 隔着屏幕都感受到火药味十足 他们母子有专属二人的休闲活动 比如一个月一次的足疗 还会一起逛街 很多时候女友基姆觉得 自己就像是介入他们母子感情的第三者 三个人一起出街的时候 感觉自己是个多余的电灯泡 基姆有一次和马特约会 吃饭过程当中 马特的母亲打来电话 声音特别的大 感觉整个餐厅都能听见他母亲的声音 马特的母亲质问马特 都快六点了 怎么还不回家 在干嘛 站在旁边的服务员 都用奇怪的眼神 看着他女朋友基姆 以为基姆是马特的小三 基姆特别的尴尬 基姆说和女朋友在一起 他妈接着说 那你吃完饭早点回来 妈妈都想你了 还带着撒娇的口吻 凯特女朋友基姆 听到这句话后 表情像吃了一只苍蝇一样 马特带着她的母亲 和女朋友三人 一起去做足疗 母亲凯莉也会强势安排座位 自己一定要坐在凯莉 和她女友中间 马特想要反驳 但是也无能为力 只会对着母亲 无奈地说一句 看来你每次都要坐中间 妈呀 屏幕外的我都要生气了 约会旁边不是做男朋友 而是做男朋友他妈 这是什么神仙操作呀 他妈这是要干啥 一万头马 在我内心世界奔跑 更糟糕的是 马特竟然没有察觉到 他女朋友的不开心 不满意 马特认为这是常态呀 没有什么所谓 妈妈当然要比女朋友大 就连过情人节 马特还要咨询自己的母亲 问母亲的意见 而且还是当着女朋友的面 来询问母亲 这马特是缺根筋吗 大哥 过情人节 不应该问自己女友意见吗 母亲也奇葩 只要儿子敢问 母亲就敢给意见 母亲凯莉思考一番 竟然和儿子说 你们两个谈恋爱 要增加情绪 我的天 这母亲是不是也太过奔放 母亲凯莉给出提议 和儿子说 每次经过他们房间外面的时候 都没有听到动静 听到母亲这奔放的话语后 凯特的女朋友瞬间满脸痛红 我冒三丈 甚至有点懵圈 情人节到了 马特真的遵循了母亲的意见 马特居然和老妈一起 去内衣店给女友挑情趣内衣 这一幕连内衣店的老板都看萌了 我开店13年来 很少会见到有儿子 带妈妈一起来店里挑内衣的 就觉得很怪 更离谱的是 马特还给女友和妈妈 买了同一款黑色的性感睡袍 这一迷惑的行为 让内衣店老板都一脸嫌弃 无语了 有一次金母听到马特打电话 居然是在问妈妈 她明天选什么颜色的内裤 金母觉得大事不妙 马特和妈妈举止过于亲密 超出了一般母组的范围 这男人得赶紧跑 你以为马宝男是世界上的稀有动物吗 是不是马特一刻是个例呢 那你的世界可就狭隘了 下面这位马宝男和马特相比 只能说是过又不及 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的男友是马宝节目中的 另一位马宝男麦克的故事 麦克今年26岁 是一名滑雪爱好者 他的女朋友叫芬妮 也是一名滑雪的发烧友 麦克妈妈丽兹 非常不喜欢滑雪这样的极限运动 更不喜欢女孩子玩这样的运动 因此麦克妈妈 对自己未来的儿媳妇 非常不满意 麦克妈妈从一开始 就十分抗拒芬妮 认为对方不是自己心目中 合适的媳妇人选 于是一直不肯和芬妮加深了解 麦克没有住在父母家 而是和女友芬妮 在外面租了公寓同住 虽然没有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但妈宝男终究都离不开 母亲的照料 麦克的母亲每周六都上他家 给他带上第二周要吃的食材 这明明是儿子和女友同居的公寓 麦克的母亲居然还拿着备用钥匙 自作主张的直接开门入屋了 甚至每次去儿子家也不敲门 而是就会像自己家一样 去儿子和他女朋友的卧室 也是同样方法 去了儿子家里 看到屋子里没有收拾好的衣服 就开始撸起袖子 当这里是自己家一样 开始收拾起来 麦克一边帮儿子收拾 嘴里还不断嘟囔着 看来麦克是跟芬妮学坏了 他以前可爱收拾 爱干净了 麦克甚至还自作主张 把芬妮生日收到的花 给扔进垃圾桶里 觉得花都谢了还不扔 用来干嘛 麦克按照自己的喜好 在儿子家中到处扔东西 完全不顾儿子女朋友的感受 突然回到家的麦克和芬妮 看到母亲在自己家打扫 都吓了一跳 芬妮则更为吃惊 她根本不知道 麦克的妈妈居然有 麦克家里的钥匙 麦克根本没跟她说过 而且麦克的母亲 居然当这里是自己家一样 当芬妮质问麦克的时候 麦克却觉得 这没必要和她报备 麦克说 这是我们的母亲啊 这是生我养我的母亲啊 母亲来一下儿子家里 这不很正常吗 我不需要和你说呀 再说了 她过来还挺好的 可以帮我们收拾一下房子 麦克看来 妈妈永远比女朋友更重要 但是芬妮觉得这很奇怪 而且她不希望不在家的时候 还要担心男友妈妈来乱翻东西 芬妮发现自己生日的花 被莉兹丢掉更是生气 芬妮发火了 毕竟这是自己家的东西 怎么能够不问过主人 就随意丢掉呢 一个妈妈有这么大的权利吗 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莉兹干涉麦克的生活了 更过分的是 在芬妮生日的时候 莉兹还干涉麦克 送女朋友的生日礼物 看来每一位妈宝男 找女朋友 也都要守妈妈的掌控 在珠宝店里 麦克特意带上妈妈和女友 一起挑选送给女友的生日礼物 原本芬妮看中了一对紫水晶耳环 但听到价格是1000美元 换算成台币约为28000元 莉兹马上就把麦克拖到旁边说 生日礼物要花到1000美元 我觉得有点贵 叫老板拿300美元再来看看吧 换算成台币约为8300元 莉兹让芬妮挑选300美元以内的就好 而听到这句话 让芬妮非常不爽 这明明是男友给自己买生日礼物 怎么还要听他妈的话 三人眼神交接了一番之后 芬妮明白 这次男友还是站在了她妈妈那边 芬妮也是可怜 根本干不过麦克和她母亲 她甚至也没任何反抗 芬妮最后妥协地选了一副 只需要145美元出头一点的手镯 换算成台币约为4000元 麦克做事没有够绝 只有更绝 芬妮挑选完礼物以后 让妈妈丽丝挑一样自己喜欢的 芬妮受的委屈 也一步步再加深 这母子两人对她构成了双重打击 麦克对芬妮说 妈妈和你 你们两个是我这辈子 最爱的两个女人 我当然要送礼物给你们 于是芬妮开心地挑了一副 价值225美元的手链 折合台币约为6200元 这次轮到芬妮说有点贵了 但芬妮却表示 但挺美的 前仗的时候 芬妮给了儿子一个大大的拥抱 还向电源炫耀 我真是生了个好儿子 站在一旁的芬妮 无言以对 有个地方的话估计会钻进去 妈宝男的一个典型特征 是没有自己的主见 因为听惯了妈妈的话 她会对妈妈格外顺从 妈妈的意见就是她的意见 而她会常常把我妈说挂在嘴边 你要这样 我妈要那样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们自己处理吧 麦克和马特就是妈宝男的典型 妈宝男因为无主见 特别害怕矛盾发生 如果女友和自己妈妈之间有了争执 作为一个成熟的男人 应当从中周旋 而妈宝男只会像鸵鸟一样 埋头于沙子之中逃避麻烦 你们都好烦 自己处理吧 是她常挂嘴边的一句话 与其跟妈宝男结了婚鸡飞狗跳 不如趁未结婚前就斩断情思 及时抽身为妙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在日常生活中 见到过这样的妈宝男吗 请到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让我们下次再见吧